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法國媒體爆料 原來這個武漢P4實驗室 原底是中法合作的 後來起好之後 法國陸續被邊緣化 一腳被中國伸開了 到底過程是怎樣的呢 法國廣播電台作出深入的調查報道 其實整個武漢P4實驗室的背景 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 當年SARS爆發 繼而是禽流感肆虐 一直衝擊中國 於是到了第二年 中法兩國領導人決定 說要一起共同對抗傳染病 於是扣施了武漢P4實驗室 時任的法國總統希拉克 以及時任的總理拉法蘭 其實都是同意這個計劃 只不過當時法國有不少政客 議員 紛紛表示擔憂 到底你搞這個P4實驗室 會不會最終演變成為一個武器庫 會不會最終演變成為生化武器的研究所 其實當時國內都有提出質疑的聲音 只不過這些聲音 最終都是被希拉克壓下去 他就拍板說要在中國建這個P4實驗室 而選址是位於武漢市的市郊 到了2008年 中法雙方成立了這個督道委員會 是由中法雙方共同領導 到了2010年 法國就通知世衛組織 說這個實驗室要開工 由法國方面負責實驗室的設計和技術指導 中國就負責大部分的建築工作 這個實驗室在2015年的時候就落成 到了2018年的一頁正式啟用 大家聽聽都知道 根本上就是法國出雞 中國就出時有 最重要的這個實驗室 不是建築外殼 不是建築建築物 而是裡面的技術 是由法國提供 你說多麼笨 法國基本上是無償提供的 沒有向中國拿回錢 純粹雙方基於一個良好的意願 就是共同抗擊傳染病 所以法國主動提供這些技術 幫你建築實驗室 至於中國提供的建築材料 或者工人的勞動力 根本上是不值錢的 若然沒有法國的技術 整件事就是搞不成 只不過在中法合作的關係當中 法國原來一直處於劣勢 而且還逐步讓中國邊緣化 有專家向法國廣播電台透露 整個P4實驗室架構非常複雜 雖然中國公司最初是按照規範建造了P4實驗室的大部分 但實驗室裡的密閉隔離空間的佈置 需要特定的技術和知識 而這些技術只有法國掌握 只不過 中國對於法國的專家 處處提防和排斥 使法國的專家很失望 想要停止的工程 但又無能為力 最後法國代表離開了督道委員會主席的位置 當時這位法國代表就說 P4實驗室是一個非常中國化的工具 即使在法國的技術協助底下開發 他其實都是全然屬於中國 根本上就是說 你出完雞以後 直接把你丟走 整碟豉油雞就中國自己一個撿了 按照原定的計劃 就應該是由法國方面 派出50名研究人員 進駐武漢P4實驗室 只不過 中國就逐漸擺脫了法國科學家的控制 於是大家都談不完的情況下 就連法國代表都退出了督道委員會 其實已經完全違反了 當初中法合作抗擊傳染病的初衷 故此整個武漢P4實驗室 其實全部都是由中國的技術人員來操作 法國由頭到尾 都只是愚蠢地在建築階段提供了相關的技術給中國 後期的科研工作 完全沒有參與 其實中國在武漢P4實驗室當中 將法國的專家逐漸邊緣化 跟改革開放以來的廠商的套路一模一樣 當初引進的外資進入當地進行投資 撤廠 先頭都會優待你的 因為你掌握著技術 你掌握著那種管理的方法 當中國慢慢學會了這些技術之後 根本上就是會將你一腳伸開 完全是不留情面 既然他自己掌握了相關的技術以後 他自己就可以撤廠 他自己就直接取代你的地位 現在這個P4實驗室其實更加搞笑 根本上從頭到尾都沒開始運作 你法國就已經將所有技術 放在他的實驗室當中 後來逐漸被人邊緣化的時候 你自己就推出 當初你搞來把屁嗎 這個實驗室又不是有什麼特殊利益 為什麼法國方面從來都沒有想過 要將這個中法的合作項目停止 就算當時也有很多專家 很多的議員提出質疑 到底你搞這個P4實驗室 會不會令到中國 有其他的企圖和目的 就算這些聲音 當時被希拉克壓下去也好 但是中間都經歷過兩朝 後來又到薩科齊上台 然後又到奧朗德 我當奧朗德的民望都極低 他就是一個昏庸的總統思算 中間薩科齊他又做了什麼呢 現在突然間弄了這篇深度的調查報道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你告訴別人 法國就做了這個冤大頭 做了水魚 當年就上了中國的檔 現在 中國就自行來運營這個實驗室 和法國所有技術人員都是無關的 所有科研項目都是由中國科研人員 技術人員來參與而已 你是不是想這樣 整篇報道出來告訴別人 你自己都是受害人 其實就是要跟這個 武漢P4實驗室撇清關係 因為中國就面臨著國際的獨立調查 現在通過法國本地的媒體爆料 其實的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要搶先在這個 國際調查開展以前 就告訴全世界 其實法國真的是很無辜 從來沒有參與到這個實驗室任何的工作 和這個實驗室基本上的運作是沾不上邊 有什麼都是中國的傢伙自己搞出來 是不是想表達這一種意識給別人 其實都很明顯 我就覺得是 要不是特地去把所有的一五一十和盤 拖出把鬼嗎 都已經是這麼肉酸 被人找笨了 都很明顯 是要跟中國的武漢P4實驗室撇清關係 至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 除了中國科學院這個武漢病毒研究所以外 其實還有幾個實驗室對於確定病毒來源 是相當重要的 蓬佩奧說就這樣說 只不過 到其實真的展開國際調查的時候 到底中國願不願意 讓這些獨立調查員進入中國境內進行調查 那就真是相當之誠意 蓬佩奧昨天同時也回絕了世衛組織總幹事 譚德塞的要求 譚德塞昨天就打拿 就叫美國 考慮一下 取消凍結對於世衛組織的資助 即是叫你開水喉 不過就被蓬佩奧一口回絕了 到底蓬佩奧怎麼說呢 他就說 早在2007年的時候 已經改革世衛組織 這次不是第一次美國去處理 這個組織裡面的缺點 不單止如此 美國還有可能永遠不會再作出捐助 不會再將美國納稅人的錢交給世衛組織 只不過 世衛組織的結構仍然需要修正 而且他就批評 中國是違背世衛組織的原則 沒有及時報告疫情 同時他又批評世衛組織 遲遲都不肯宣佈疫情成為全球大流行的階段 也批評了 譚德塞沒有運用到自身的能力 來監督成員國公佈疫情 所以 美國應該不會再開水喉 無論譚德塞點類也好 實情你也不需要這麼心急 起碼中國已經追加了5000萬美元的撥款 只不過這不是恆常 這只是一次性 所以 可能他又批評 因為美國始終每年都給了4至5億美元的會費 佔了24.8% 至於會費缺口 你問誰開刀呢 英國的約翰遜首相已經認投了要捐2億英鎊 至於日本的首相安倍晉三 他也說將來會繼續課金 只不過這些全部都是一次性 對於世衛組織的長遠運作 其實也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不穩定因素 因為你的會費應該要每年都繳交才是 就不是這樣一次性對比你 之後分分鐘又乾水了 乾糖了 再加上美國如果真的下定決心 要搞一個新世衛組織出來取代你這個WHO的話 基本上譚德塞就沒有運行 因為那些西方文明國家到時就自然會歸隊 偏偏這些國家所繳交的會費 就佔了最大的份額 而那些所謂 發展中國家或者貧窮國家 他們所繳交的會費所佔的份額 夠不夠 你世衛組織的高級官員作為旅費 作為外郵的費用 都成問題 每年花成2億美元那麼多 洗腳又不抹腳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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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